雪方开拓者不算是新车了 那低调上市之后 为什么又会惹人关注呢 不卖关子 2023款的开拓者 它全系 关降的幅度达到了 6.5到6.7万元 也就是说你20万元不到 就可以买到 纯正美式中大型 7座盒子SUV了 看到没有 先桌子的美系车也参与了 可以看到的是 整个车头的一个设计 它还是保持了那种 家族式的X雷霆的一个前脸 然后还有分体式的一个大灯的设计 所以整个车头没有什么变化 包括说车身的一个侧面 它的线条也是那种 硬朗干练的一个风格 比较的肌肉感 那整个车尾的一个改变 主要就集中在了 我们尾的内部的一个设计 点亮的一个效果 要比之前看的更有科技感一些 那么尺寸方面 它车身是加长到了12毫米 其实主要还是在设计层面的一些改变 没有对我们空间 有更大的一个改变 但是它整个的一个车身 已经超过了5米 然后加上整个美式肌肉感的那种线条设计 那么还有像Redline 还有这里RS的一些套件 会让整个车看起来更加的霸气 当然了Redline和RS的套件 就是雪佛兰的精髓了 车内的话我觉得算是雪佛兰的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整个的一个设计 还是保留了传统的一个设计 没有像现在时下流行的 非得要给到你一个什么双联屏 多联屏这种设计 但是我觉得是那种比较复古的一种感觉 而且你看它这些细节上给到的那个红色的一些点缀 会让你觉得整个车内还是有那种年轻的气息的 那我觉得它是符合那些不那么追求大屏 或者多联屏的那些奶爸们 而且是追求那种架控感的那些奶爸们 你看它有8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 而且还有10英寸的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 而且它还内置了小雪OS智能车联系统 那么包括说什么CarPlay、CarLife、蓝牙连接 还有包括说像我们云控制这些 它都是支持的 所以根本就不耽误你使用 值得一提是什么呢 虽然说它的价格下调了 但是它的配置并没有缩水 甚至比2022款的车型配置更加的粗色一些 首先是增加到了Auto Hold 然后除了入轮版车型之外 所有的车型的车窗是全车一键升降的 而且是给到了手机无线充电 那么在顶配车型上 它还给到了流媒体的后视镜 所以在驾程方面 它有更大的一个提升 不仅如此像外后视镜加热 全景天窗 主驾 十项电动调节 三驱独立空调 主动降噪系统 电动尾门等便捷又舒适性的配置 它也做到了全系标配 可见它的舒适性配置是有所提升的 那么座椅布局方面 本次是全部取消掉了五座版本的车型 都带来的是七座版 那是不是这台车就更适合那些多口家庭呢 那我们还是得来实际体验一下它的空间表现 首先是第一排 我们可以看一下调好座姿之后呢 我的头部空间两拳还有多的 如果说你的个子比较大 你的座椅再往下放的话 我刚体验了 可以超过三拳 然后再去后排看一下 把座椅拉到最前面的话 我的腿部空间还有两拳两指的样子 然后如果把座椅拉到最后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的腿部空间非常的充裕 四拳一指的样子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当个大五座来用的话 这个车是非常的宽裕的空间 那么当然了 我们要给第三排留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座位 然后现在是给我们的腿部留到三拳两指的这么一个空间 然后再去第三排看一下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的一个进口是非常大的 那么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小孩进去就非常的方便了 前两天哈 我们刚刚试驾完奔驰的GLC 同样是7座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腿部空间有多宽 我现在是有一拳一指的一个腿部空间 也就是说我坐在第三排绝对不是那种憋屈应急的状态 整个第二排是还可以坐到一个成年男性 然后第三排我是可以坐得非常宽室的 所以奶爸妈你就冲着这个空间的话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冲的 毕竟你花的是一个中型SUV的价格 享受到的是中大型SUV的一个体验 那动力方面呢 它还是搭载的2.0T可变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然后匹配到的是9AT的一个变速箱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 是174千瓦最压扭矩 那是350牛米 同样是给到48V的一个轻捆哈 一方面呢 是能够带来就是更低的一个油耗 另一方面呢 就是可以在动力输出的时候提升一点点平顺性 所以城市通勤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是可以的 那么偶尔的湿和远方呢 它又有智能四驱 然后还有全路况的一个驾驶模式 那么它要去驾驭到我们拓宽生活半径的一个驾驶场景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那聊到现在呢 可能你不应该再问我开拓者值不值得买了 而是应该问我开拓者奶爸们应该怎么选了 可以肯定的是雪佛兰开拓者的一个产品率是很能打的 大家刚刚也应该看到了我们整个大空间的一个表现 那么如果你的需求就是要一个空间充裕 然后座位够多 配置也比较丰富 架控呢 它还很不错的一个表现的燃油SUV的话 而且你的预算在20万元左右 那我觉得2023款的开拓者的性价比 就在同级里面非常突出了 那配置方面呢 如果说你是更注重架控的 然后也不在乎那些智能化的一些配置 那我推荐就直接上盖板就行了 因为它整个的一个空间表现 还有包括说整个产品力都是很能打的 而且价格还不到20万 那如果是普通广大的一个奶爸们呢 我更推荐的是停板 虽然说它的一个价格是贵了3.5万 但是它多出来东西 一方面是在安全上的 比如说像车道偏离预警 前方碰撞一举 主动刹车 倒车车侧预警 车道保持360度全景影像系统等等 那另一方面呢 感应雨刮 外后视镜 电动折叠 内后视镜 自动防炫目 方向盘加热 手机无线充电 主副驾 座椅电动调节 座椅加热 那后排座椅电动放倒 车载进化器 附入椅子 发声器等等 增加体验感的功能 当然了 这些配置也是实用的 还有呢 如果你不差钱 那就直接上那些高配车型吧 那该有的配置包括说那些 呃 代表雪佛兰的一些套件啊 什么都有了 怎么说呢 雪佛兰开拓者 2023款的价格呢 跟之前 终端的老款车型的一个价格呢 已经很接近了 那 它的价格呢 要比图啊 还有说探险者呢 要亲民很多 甚至哈 已经跟 汉兰达呀 图观呀 还有瑞介这些 已经短兵相接了 如果说奶爸们对空间对座位有需求的话 不妨到店里面来实际的体验一下 我觉得它的空间真的很适合 使用 fits 商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